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3年9月27日 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这篇名为《高副帅研究生为入狱打劫超市》一文 一经报道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媒体争相转载 一时间 研究生为入狱抢劫超市的话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那么这个研究生为什么会为了进监狱而选择抢劫的犯罪道路呢 报道中称 高某24岁 是成都一所名校的再度研究生 高某家境殷实 从小就不缺钱花 就是这样一个在家人眼中成绩优秀 衣食无忧的孩子 谁都没有想到他会持刀抢劫了一家超市 正常的交易付钱 从一家已经打开抽屉以后 然后他的刀很小露了一点尖出来 平常我们看监控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 始发当天超市里店员被吓得惊慌失措 一位店员向高某提出 要拿出自己的两百元钱给高某 却被高某拒绝 打开抽屉以后反倒是开的抽屉以后 开不开嘛 开不开 因为我们这个是他就让抽屉以后打开 抽屉以后就没有 他说我们这里边也没钱 他说这个钥匙我们没有 在我们店里面 没能打开超市的收银机 细极败坏的高某 抢走了香烟柜台上大量的高档香烟 和柜台上少量的现金 事后高某迅速逃离事发现场 此时惊魂未定的两位女店员 才想起来打电话报警 案发当天 我们接到那个110指挥中心的指令 说发了抢劫案 然后我们就赶到现场 经过对现场超市的工作人员的询问 反映出那个嫌疑人的大概体谋特征 根据事发超市电源的描述 通过对超市监控录像的比对 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高某的外貌特征 就在警方对事发超市进行进一步的现场勘查时 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从大开检查现场之后都发现有一个就是他当时协议人遗留下来有一个他的票据 发现商店的地上有一张宾馆的住宿押金单 我们根据押金单的所提供的酒店名称 我们到了酒店也提出了酒店的监控录像 通过对比酒店经过发现 该住宿押金单上开房人员高某的外貌特征 和超市店员所提供的犯罪嫌疑人外貌特征基本相符 随后警方又找来了受害人超市店员进行辨认 确认高某为超市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 所以我们锁定了这个住宿押金单上的这个高某 就是这件这个起案件的 然后我们马上赶到高某所住的房间 房间里面没人 犯罪嫌疑人高某并不在房间 房间里也没有找到高某抢劫超市后的财物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一方面在宾馆重点守候 另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高某的身份展开调查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也觉得不可理解 为什么他首先他给我们的感觉 他是一个怎么说应该是一个人才吧 研究生 据警方了解 高某目前正在成都某高校攻读研究生 那么一个研究生为什么会去打劫超市 正当办案人员有些疑惑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犯罪嫌疑人高某的消息 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高清唏唏派所电话 说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在高清唏唏派所 突然之城 当时他在所上他说自身他就抢劫了 当时我们也觉得抢劫这个事情在刑际犯罪里面说 算是恶行犯罪 因为当时来的时候他感觉神经确实还是比较落寞 就是对自己犯下了那个罪行来 犯罪嫌疑人高某的突然自首 让案情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警方分析 如果说高某本身要投案自首的话 应该在案发后直接到派出所 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自首 高某应该是经过思想上的斗争 面对警方的讯问高某说出了他抢劫的动机 高某对于自己犯罪动机的描述 让警方更加疑惑不解 事实如果真的像高某所说的那样 仅仅是为了摆脱家庭方面的压力 故意去抢劫的 那么他的家庭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压力 才导致他变成现在这样 感觉不像是他所说的这样 因为这个只是他的一面知识 他是回到了自己的学校 然后在经过思考之后来来投案自首 这个应该也是跟他现场遗留下 公安机关能够找到他的痕迹物证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犯罪嫌疑人高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但是高某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在警方看来都难以理解 一个拥有研究生学历的高知识分子 父母就冷漾了压力 迫使他选择了抢劫入狱来逃避呢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市朝东 高某才刚刚24岁 在某高校读研究生 应该说前途不可限量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伙子 前一段时间却突然打劫了 那么打劫的目的呢 就进监狱的目的 就是想摆脱父母对自己的控制 这是什么想法和什么逻辑 每个人听到这样的故事都感觉到匪夷所思 非常的困惑 那我们在想一定在高某的身上 发生了异于成人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们接着看 记者来到了成都市看守所 见到的为了入狱抢劫超市的犯罪嫌疑人高某 你当时犯了这个事之后 你心里害怕出来吗 也不算害怕 高某说他在作案后曾经在网上咨询过律师 律师告诉他 抢劫是重罪 有可能会判三年 权衡立毙后 他才决定去自首来减轻刑罚 为了达到让自己尽快坐牢的目的 作案时 他也把证据故意遗留在现场 高某说他之所以会把住宿押金单故意遗留在现场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警方能快点找到他 将他尽快抓起来 这样他就可以摆脱父母 我不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有自己权利的人 我在他们前可能就是一个动物 面对我们的镜头 犯罪嫌疑人高某每当说起自己的父母 情绪都显得异常激动 高某说自己之所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他的父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高某告诉记者 除了来自父母的压力让他感到痛恨之外 在他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考研时的一次在北京就诊的经历 我觉得之前他们带我看心理医生那次 我也没法理解 因为他没告诉你为什么 然后因为当时那时候已经快考研了 精神肯定比较紧张 而且情绪很容易波动 然后当时我情绪也不好 我说我有神经病 我说我怎么没有神经病 我说你就是有病 考研期间的就诊经历 让高某与父母之间产生的裂痕 他暗自下决心 一定要考上北京以外的学校 争取早日脱离父母 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2011年 高某以优异的成绩 成了一名研究生 他自己能力 他自己努力 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是你考研究生最大的动力吗 对 就是说我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然后你就很努力的学习 考上研究生 是 后来 高某说 以前他跟研究生同学的关系其实相处得挺好的 就是因为父母老跟同学们说他是神经病 并且告诉他身边的人要小心一点 以前高某身边关系不错的同学便一个个都远离他 更让高某接受不了的是 自己在上研究生期间 父母还曾经派人监视他 高某告诉记者 他虽然在成都上学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被身在北京的父母盯上了 自己没有一点个人空间 父母的监视已经干扰到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你在学校 让同学监视你 然后有人为了往上爬 就背后跟别人说 然后最后就孤立你 最后就没人理你 那其他人怎么应该问你 就老知道动静 然后挪椅子 然后后来我报警了 我去找警察 我说有人监视我 然后那一天我休息 能不能解决 高某说 跟同学的矛盾 让他在宿舍也待不下去了 为了能够摆脱在学校尴尬的处境 高某在延二时向学校提出申请 要求在学校外自己租房子生活 在学校老师 高某以及家长的协调下 学校同意高某去校外居住 可这一切解决根本的问题 高某说 从学校搬出来后 他依然没有摆脱父母的监视 楼上住户每天的干扰 让他的神经面临崩溃的边缘 他怎么也想不通 父母为什么会这么对他 想想以前他对父母 还是比较关心的 他至今想不通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你出去以后你打开什么 父母的问题和发现 我不想想这个问题 没想过 不是 我一想这件事 我情绪不太稳定 所以索性就不想 如果就是说有那种 对父母对一个孩子造成精神 或者心理上伤害的 我能够通过法律去到 就是说寻求帮助 我肯定不会选择这个方式 高某的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我想很多人都会感觉到 非常的荒唐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 一会儿我们慢慢的来剖析 首先先欢迎大家 赶紧拿出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 出现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们的官方微博 来介绍一下 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杨文战 杨律师 这位是宗春山 宗老师 咨询一下宗老师 您看高某才24岁 又是研究生 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他的行为举止 尤其是这次抢劫 显得非常的荒唐 您觉得他为什么 会做出这样的事 确实刚一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谜 不光受过良好教育的研究生 可能就是一个小学生 都不会干这么蠢的事情 所以我想 他这个行为的背后 应该说 他是一个冰山的一角 我们看到 就是他行为本身 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或者他早期的一些 经历的一些创伤 刚才我们看到 在监狱里采访的时候 他给我的表情 是感觉就是很冷漠 很多疑 然后不为自己的行为 做任何的责任的承担 一切都是别人的 是家庭的父母的 对 所以我对他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我担心他有一定的精神的一种障碍 但这种精神怎么形成呢 跟他的早年的经历 同样什么关系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分析 对 他毕竟是研究生 高级知识分子 他作案完了之后 实际上心里边有一定 有一点发虚 在网上他也咨询过相应的律师 说我迟早抢劫 应该最重判什么罪 对方跟他说至少三年 对方的律师回答是否准确 面临高谋的到底是什么呢 杨律师 抢劫罪按法律规定量刑的话 正常是三年到十年之间 那么如果说有比较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入室抢劫 抢劫银行 或者多次抢劫 造成人员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的伤害或者死亡的 那个要十年以上直至死刑 但他现在所犯的罪行 我们看到抢劫一个超市 抢劫的钱不多 而且也没有造成什么人员的伤害 那么如果他有自首情结的话 三年左右是正常 他得到答复应该是正确的 对 那高谋他的犯罪动机 实际上经他自己说 是非常单纯 我就是为了进监狱 然后摆脱父母对自己的监管 如果真是这样 他是不是能够区别于其他的那些谋财害命的抢劫 是不是判的会稍微轻点 实际上各种犯罪动机是五花八门 那么犯罪动机本身并不影响定罪 因为定罪主要看你外在表现的一个行为 但是犯罪动机和可能和什么的和人的主观恶性有关系 比如他如果只是为了 就是为了入狱而抢劫 那么他主观上体现的是 他造成的伤害可能就不是很重 这种情况下危害性小的时候 作为量刑情结是可以酌刑考虑的 但是这个犯罪动机 那不单是要靠自己说的 还要通过其他的证据来佐证 对 这高某24岁一小伙子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不太合群 你看他不管到哪 出了什么事都是对方的 宿舍里边关系不是特别好 最后自己搬家出去租房了 然后还说楼上的街坊老吵自己 那怎么这么不好的同学 这么不好的街坊 都让你一人赶上了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 宗老师您再给分析一下 我想首先一点可以肯定 在早期的家庭当中 没有获得更多的爱 因为人的亲密关系 可以造成人的这种安全感 这种依恋自己父母的信任 导致对所有人信任 但是他是多疑 他是怀疑的 他认为所有人对他都是恶意的 那这是一个家庭 另外在他成年的成长的几个关键时期 比如说早期的家庭 在青春期的时候 有没有受过一些外面的创伤和刺激 这也足够可以能够导致他对外界是否信任的 当然这一切呢 我想每个人都经历过很多创伤 但为什么有人可以健康的成长 没错 有人会出现问题呢 就像举个例子 就一个兔子把一棵树给撞倒了 你说这兔子栗很难 树本身就不结实了 所以我觉得早期他自身的家庭的经历 以及他人格特征 可能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在的原因 对 那事情已经发生了 实际上高某和他的这个父母双方 这说法是非常矛盾的 高某自己说 我是一健康的人 我没病 那有病的是谁呢 是我的父母 他们老监视我 老父母拿我当人看 把我当动物来养 但是父母说 这孩子可能啊真有病 到底谁说的对呢 我们接着看 俗话说养不叫父之果 作为高某的父亲 高先生每当想起自己的孩子 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 不惜抛下一切 走上犯罪的道路 对于儿子的所作所为 高先生也后悔莫及 这个事情到今天 都是我的责任 养不像父时光 是我很多事情做错了 但是也是望死成龙的心情 高先生说 由于他做生意常年在外奔波 高某的母亲单位工作特别忙 所以他们跟高某也是巨少离多 高某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其实跟他们父母之间 以及跟家庭成员之间的问题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跟高某自身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高先生说起儿子高某也是无可奈何 他说在这之前其实家里人是怀疑高某心里有问题 在考研期间还去医院看过医生 没想到那次高某的表现 着实给他们吓了一跳 我们三口一块医生 结果这一咨询他出来问人一句话 说你哪大学毕业呢 那心理学生老师说我没上大学 你没上大学你一小时收八卦 他就出去了 这一路有工况有CD一路 他拿起来了问了问了拿就帮哪人摔了 高先生说自从去看过医生后 高某就对他们表现得很排斥 加上去成都上的研究生之后 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少了 平时他们给高某打电话发短信 高某也爱打不理 有时候干脆一口回绝 远隔千里之外 儿子的情况让他们很是担心 这时学校打来的电话 让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 打同学拿着刀把楼刀转 你知道 之后我们就三天晚上就赶过去 赶过去以后 头天立得牢牢牢了 学校就保卫出国 还有我都说他每天晚上两点回去 他去哪儿了 算往慢了 儿子在学校一系列的状况 让高先生夫妇更加坐立不安 他们开始轮流来成都照看儿子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高某对父母的行为 非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 反而更加排斥他们 那小子行啊 打电话不接着 他就站起来 功能也磕了一头 求你们别再骚扰我了 别再骚扰我了 这是就是一年的十月十五号那会儿的事 完了又磕了就要 又磕了 他当当磕了 求你们别再骚扰 高某的这一举动 让高先生夫妇彻底失望了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孩子能变成这样 为何去激动再出现什么意外 他们只好又回到了北京 此后高先生夫妇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儿子是因为抢劫被抓 至今他们也不相信儿子因为钱去抢劫 这个没带 这个还五千多 这是一万二 这一万多万 我这眼睛 这五千多 它不缺钱 我让你看看 它那个 我让你看看那个 这个臭的 压水钱 连动都没动 我让你们看看 行吧 你看看这个 这都是压水钱 怎么都是压水钱啊 这都没动 高先生告诉记者 每年高某回家 家里的老人都会给高某很多的压水钱 他们夫妇平时对孩子也是有求必应 高某不会因为钱去抢劫 高先生夫妇思前想后 突然发现 这件事一定和另外一个人有关系 他那会儿跟我通电话 就是他认为你得比他大八岁 说是公司搞公关的 后来两个人认识一个月 就你说我还外了一男朋友 完了通电话 气他 他很气愤嘛 有过这种情况 还低估他 你不容易死了 高先生说 儿子高某最后一次跟他们通话 就说跟那女的分手呢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整天寻死迷惑的 万般无奈之下 高先生只好委托 他在成都的朋友帮忙照顾一下儿子 没常想 这样的照顾 却成了儿子口中说的监视 我作为父亲 我绝对没有 我说背着 找张三文了解他的情况 找老师问他 我没有过 没有过这种情况 所以我也很痛苦 你能看过他的聊天记录吗 翻过他的手机吗 我小学文化没有那么大的水平 我从来没查到他电话 也不会 说起儿子的精神问题 高先生也是心有余悸 高先生告诉记者 自从那次他们带着高某 看完心理医生后 高某在家时不时的 就用哑铃砸墙 用打火机烧东西 现在家里的墙上 还有几年前被砸的痕迹 我就说了 我就说了他有精神问题 我当时我就说 我这孩子肯定有问题 那时候为躲避网了 就想进去 我这个就肯定是精神问题 谁又院上那里待着去 是不是 我说这肯定有问题 后来最后要求的司法鉴定 在高先生夫妇的要求下 2013年7月12日 犯罪嫌疑人高某 在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 进行了精神病的鉴定 鉴定结果为 被鉴定人高某 患有带分类的精神障碍 但对其2013年6月23日的违法行为 评定为有刑事责任能力 对于儿子高某的法病鉴定 高先生表示接受 但对于儿子患有带分类的精神障碍 高先生和家人也有着自己的担忧 我现在唯一就是想这个 请求你们帮助我们 把这孩子心理问题 先解决心理问题 给他解决了 就是判刑将来出来了 走上车后也是健康的人 也能够面对现实 高先生说 事到如今 他们最牵挂的 还是儿子高某的心理问题 他希望儿子能够从中走出来 他相信儿子终究有一天 会理解他们的良苦又心 他能想他吗 想他 我还不想看什么 远了 有个考验 那时候我就 为他这一哭 他就说了 我就他一家 一夜之间 他从一个前途无量的研究生 变成了阶下球 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逆转了他的人生 等待他的 不再是鲜花和掌声 而可能是 学业的终止 和法律的审判 可怜天下父母心 谁家的孩子 谁着急 一会儿我们还要电话连线一下 高某的父亲 高先生 来询问一下 高某现在在狱中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 在电话连线之前 我们先请教一下宗老师 最后法医鉴定的结果 叫做带分类精神障碍 这个是一个非常学术的名字 什么意思 说明他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到底是哪一类的 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本人不太配合 或者因为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困难 没有把他最后来确定 所以呢 但有一点可以证明 他有精神障碍的 只不过还没有明确 就带分类 是这么一意思 既然是这样 那你看这个司法鉴定 他给出两个结果 第一是承认他有轻微的精神疾病 叫带分类精神障碍 第二呢 他又认为你当时啊 在犯罪的那一时刻 你头脑是清醒的 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那这样的一个鉴定的结果 对高姆来讲意味着什么 杨律师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说 精神病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 很多人都知道这么一个概念 对 那这概念实际上并不对 案法里规定是什么呢 在犯罪的时候 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不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说你这个当时 虽然说你可能有一点精神障碍 但是你对自己干什么 知道 而且是自己在控制自己的行为 这种有控制能力的平常下犯罪 包括说有间歇性精神病的 这种精神病人 在没发病的时候犯罪 他都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如果确实有一定的精神障碍 可能在量刑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不影响定罪 是这样 在庭审现场 发生了非常感人的一幕 被抢的那个女店员 当时是哭着 从怀里边拿出了谅解书 求法官说原谅这个孩子吧 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事 把这个孩子的前途给毁了 当庭落泪 但是法官依然判了高某 有期徒刑两年零两个月 并处罚金两千块 法官为什么会这样判 首先这个量刑应该是已经算轻了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那个抢劫罪的起刑点 就是三年 现在已经是减轻量刑了 减轻量刑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 一个是他有自首情结 这本身是可以从轻或减轻的 另外作为受害人的谅解 也是法院酌情考虑可以从轻的一个因素 综合这些因素看 最后已经是比较轻了 我们想把孩子这个病极早的给他治好 我们一块来帮助一下这个孩子 也替您分分忧 目前这个孩子在监狱情况到底怎么样 是情况更加重了 还是稍微有所缓解了呢 我2月28号去见了他 见了他以后了 他还是对我比较抵触 抵触了就是背过身去 留为后背 基本不跟我沟通 完了后来是沟通了两句 就说还有一年半 我说还有18个月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好好接受改造吧 等你早上出来 你爸原来做了不少 有些事情做的不太对 希望你见谅 他说那你要想我原谅可以 你给我跪下 让您给他跪下是吧 对 那您跪了吗 我跪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等我站起身的时候 他没看他背着身了 就是说您一跪他一转身是吧 对 他没有接受这一跪 对 他完了以后了 他转身我就跟他 我又叫他了 他就转身来了 他说我跟你耍着玩了 我说高山你要这么着做就不对了 我说这是什么场子 我说作为父亲已经成了自己有些错误了 应该原谅 他不说话 我们现在都非常地理解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钟老师心理学的 在这儿呢 他也想现场跟您沟通一下 好不好 高先生 我们已经通过两次电话了 这个情况有一定了解 您现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给你帮助吗 我现在就想这个希望那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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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在意中啊 在这个心里啊 这个进行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能够干预也好 和是帮助也好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了 就是说我如何跟他见面沟通 还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将他出来我们怎么办 好 这几个问题了 天天就在我的脑子里 多少个心里想着呢 好 我想给您几个建议啊 第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刚才看到您一再说 这是我的错 全都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您的孩子来说 有的时候您不必要这样全部的担下来 很多时候你指出对方的责任 倒是对这件事情更有一定的意义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孩子有问题 就是没有问 这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很多的问题是家庭的环境 和我们自身造成的 所以不要把问题全 基本在孩子身上 要调整我们自己也是必要的 最后一点呢 像您这种孩子的情况呢 最好能够经过精神医生 就是出狱以后 能够精神医生的长期的治疗 可能效果才会好一些 嗯 可是现在我还是有疑虑啊 现在在服刑期间 这个心理问题 如果还是没有调整好 或者解决 将来出来我们怎么面对啊 我其实我告诉你有这么一种方式 亲密的关系 可能要比更多的药物和医生更有效 如何恢复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可能需要一个您 不断探索和努力的一个方向 哦 我现在反正是坚定了 每个人去看他一刻 嗯 他见也好 不见也好 理我也好 不理我也好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 对 就坚持去看他 然后他说什么 你就去倾听 也不要太多的推 责任 也不要太多的贪 这是我的责任 不用讲 你就看他 陪伴他就可以了 可以 还有一个我想我想适当的时候给他写封信 你说有这个必要 经常写信 没有问题 写信 可是这封信 从何说起怎么写 写您最真实的感受 多写情感 少讲道理 哦 这信 我一直在就在讲 怎么写 怎么开始 说些什么内容 不用太顾忌他的结构啊 这个文笔啊 你就把你自己的感觉 感情写出来就行 那我可以不可以 就从 他从这事开始 玩机械人啊 那种四驱车啊 可以 回忆 回忆童年 可以的 回忆你们幸福的时光 完全可以的 一直一直还要把那个 这个家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处理啊 和我当时的一些想法啊 可以 您的愧疚 您的自责可以说 但是不要把所有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来 因为您的孩子本身就在推卸责任 不愿意承担 这是他天之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现在这样的孩子特别的多 嗯 嗯 高先生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电话连线到这儿 好吗 我们祝愿您的家庭早日和睦 孩子赶快回来啊 好 是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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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样的孩子恐怕他的这个 真能成 宁静山村 三个孩子忽然离奇中毒 医疗了三个身子 二是你是护的头的 错综复杂 投毒者身份 成不解之谜 我要他家里这个 别走 一段婚姻 满心悔恨 在这场阴谋里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装在瓶子里的毒药 热线湿尔 明日播出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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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